屋前的盐廊下摆满各类的零件 这些都是流光发的宝贝 今年83岁的他自小节俭 因不舍这些被丢弃在环保站的煤气炉 决定带回家自行维修 让他们能再次发挥功能 不同样 修得回又是一样新的 其实他这样发心来做真的是感动 真的是很感动 他这样大的年纪都还肯这样子来付出 而且这个真的是无所求的付出 阿公你这样做的开心吗 我开心 这些是付物造的不知哪钱的 四年来 流光发的巧手赋予了近百架煤气炉新生命 也让他找到生活重心 炎长雾命 爱护大地 流光发身体力行将环保理念落实在每一天 大海新闻薛伟廷苏星仪 马来西亚西加末报道 大海新闻的技术 大海新闻劲